到珠宝店店家帮我用火烧 之后发现颜色就变黑了 发现买到了假的金豆 1月4日 小侯在一家名为 保四号周大福金豆的淘宝网店 花398元购买了一颗一颗重的金豆 除了看重价钱实惠 他还注意到 商家参与了淘宝的百亿补贴 感觉都是正品保障 收获后小侯发现 这颗金豆还带有足金999的合格证 及鉴定证书 于是又立即花1843元下单 买了5颗一颗重的金豆 仔细一算一刻就有87块的差价 小侯本以为是薅到了羊毛 买到了低于市场价的黄金 结果来到珠宝店 想验一下金豆的真假 用火一烧就变黑了 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随后小侯拿去鉴定 结果显示非贵金属 小侯发现 商家寄来的鉴定证书显示 鉴定机构为中金国 减金银珠宝检验检测中心 但网络查询发现 仅有一个同名不同字的机构存在 而这家周大福金豆店 也已经清空了橱窗 此外商家同意了小侯的退款申请 将398元 及1843元两笔购物款 原路返还 但小侯表示 自己购买的是淘宝百亿补贴的商品 根据平台规则 要给予假一赔时的补偿 这时淘宝客服却以小侯的订单 已经完成退款为由 拒绝为小侯售后 为此小侯提出 当初申请退款 也是客服建议的 小侯这边去看到了 确实是之前的一个 就是为了您的一个 强款安全是建议 您这边是先进行一个退款的 对 那既然是你们提出要先退款的 现在又说没法售后了 怎么办呢 因为消费者他是有权利 按照你们平台的规则 来提出这个诉求的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淘宝 是跟这家店有合作 提供了这个百亿补贴的 这个项目吗 女士小侯这边看到 这个订单确实是一个 百亿补贴的一个订单 那你们平台确实是有承诺 说如果买到了假货 是可以一赔时的对吗 平台对假货是零容忍的 您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赔偿的话 小儿这边可以帮您去 尝试联系商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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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